3月22日是世界水日,向来雨水充沛的台湾地区却水情吃景,水库显要见地,地面干枯军裂,墙水节水争端不是出现,农业灌溉民众生活接受到影响。 台湾正在经历的缺水危机,甚至比两年前的百年大旱更为严峻。 据台理署统计,截至到22日,全台已有13个主要的水库蓄水率跌破5成。 台湾民众党民意代表陈婉慧指出,台湾缺少有效节流手段,当局始终保持着侥幸的心态,一再声称供水正常,拿农业用水满足工业用水,撑不住才紧急开挖抗旱水井。 而截流最大的困境,自来源于全台各地普遍老化且受损严重的自来水管线,造成全年漏水率13.6%,漏水量约4亿1518.75万吨,相当于4.6座南华水库蓄水量。 全台高的下人的漏水率和农业用水灌溉渠道问题,其实都是陈年旧案,民进党当局都知道,但就是不改善,缺水问题始终难解。 这与民进党当局的执政不利,脱不了干系。 华外表边有一谷grund上一站阳нок采念透明156 sẽ迂皇中的 anti天架 vector自由进行。 行。 感谢观看